如果说日星也结束业务的话 那台湾以后将永远看不到 伙伴印刷这个产业 民国95年 我开始有这个念头 要保存日星助制航 在当时台湾所有的伙伴印刷产业 几乎可以说禁止 所以那时候才想说 如果我可以 我就帮这个产业 保留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就希望日星助制航 可以转化成为工艺馆的形态运作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那工艺馆跟博物馆的差别在于 工艺馆它必须具有生产能力之外 还要有技术传授 博物馆只是把东西放在那里就好 所以它的差别相当大 而且困难的倍数不是三五倍 而是好几十倍 因为上课的关系 就接触到比较深入的 字体设计相关的知识这样 后来就知道 就是日星有在开这样子的一个职学 觉得就进来试试看 然后发现字体设计跟 自己修复是不一样的事情 我们能够创造的东西很少 就是因为字体而固定的 单一 然后我们要尽可能去还原 就是字体本来的样子 我们不能只是一直呼吁说 货白硬化产业它快要没落了 事实上它已经没落了 那我们还是想要告诉大众说 那其实签字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 或是货白印刷它还有什么可能性 它可能是很有趣的 很有创意的 很有设计感的 那今年的年度展的部分 就是标题像说 当你不是原本的你 就它其实真的帮所谓的签字 或者是说图白印刷 又做了更多的转化 可能不是这么直接 我一定是应用在所谓的排版上面 或是印刷上面 在玩一些更实验心理的东西 对那或者是像朱少慈 它做的初二五的这一件作品 是把排版的原理加进来 同时加上了很多 不规则的诗的阅读的部分 也在玩那种一个图像化的排版 都会把这些诠释权 可能可以释放出 给更多的创作者或是设计师 让他们去重新诠释 让伙伴印刷或是签字 有更多的可能性 我觉得他们真的 很努力地在尝试 让不同领域或不同面向的人 都可以来了解这个签字 不一定是从所谓的印刷上面 你可能是用心事的方式去理解 然后进而去 真的把它带到你的生活来使用 平常大家可能不见得有机会去碰到陶瓷 所以就做一个圣诞的吊识 就是以陶瓷图的方式来做 然后我们再把签字应用到上面 去把一些圣诞节相关的字去盖上去 也借着这个机会 以一个参观者观众的角度来看的日新 然后这次可以真的参与到他们的一些活动 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任何帮助到台 更多人认识日新啦 但是我觉得可以做这样的合作很开心 而且其实这次的创作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所以我应该还会持续用这样的一个想法 再继续创作下去 这件事情会 它是一个蛮珍贵的工作经验 也觉得在这边学到了 就是在一般地方学不到的东西 所以不管怎么样都会希望 陪着就是张老板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完 开始要做就不要想那么多了 其实现在亏了蛮多的 在我个人认为 人的欲望其实不要那么多 那可以为社会做什么 这个才是生命价值的地方